他们的那个进去的门槛其实是护照 类似要是护照就是要证明遗憾的 或是说你用的进去 每次进去的护照还都要不一样 对对 通行证 比较严啦 因为如果说那边是 假如说那边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心脏地带 完全是一个绝世大宝库 绝世的世界遗产 那个如果随便让人进去的话是会出问题的 只要每个人就是我八大腿 然后我自己我放火烧这个地方 很惨的 很惨的 不要说什么那座图书馆烧起来真的是不得了 真的 会不得了哦 如果有人就是一个偷偷摸摸摸进去 把这地方自己的那个烧了 里面全部的都是千古万青 就是全部留下来的文献 简单来讲就是像是把里面所有 有文仔祭司全部烧掉 所以他们是控管很严的 他们严不是为了要那个他们也是因为 自己的文 好啦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植物啊脚卡这些都准备好了吗 骰子都准备好了吗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音乐还有音效都有听到吗 等一下哦 OK OK 好 至于上一次非常令人尴尬的相遇 也让Charlotte还有Aden 那是Bestias 你们也是在这个尴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突发状况中相遇 那当然的你们在海盗根据地的冒险 还有不知不觉的网上 最后要发现最后小小特有发现 哇干我进去 而且当然Candlepeep是一个比较严的地方 而且他们玩那么严主要也是 因为的也就是保护里面的文产 也就是里面所有的所有的里面 所有的天空观 从他们有文字记录以来到现在所有的 场所的安全 所以他们对于法克是比较严的 当然虽然遇到这样子比较独霸窘境 而且对没有拿通行针 也没有跟人确认好 而且被首位说了 是不是被Tamara给护了 这一句话 让就是 而Aden也是 对 AKA Manchester 我们来到了那比较失败者一地 里Candlekeep 也是位于失职道的Candlekeep的本阵 离他大概 大概一两公里左右 不算到太远 可是里面的人都十分和善 你们在里面也有免费的汤 免费的食物可以喝 而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是在等待的机会 等待着所有一切 可以让他们 小小的大概十天也好 一个参访者也好 等待着愿意的人 带他们进到那神秘的 广大的一层 当然 今天是一大七少 你们注意到里面 的一个人类 他没有头发 大概是 三层拼头 然后还可以看到 他稍微掌救死他 身形壮阔大约一百八十多公分 可以看到他轻轻的将 在其中一个借数的帐篷 将你叫了起来 吃早餐 最后 你们两个都听到了 这个人类的 这个中年人说的 啊哈 是这样的 我刚刚 算是遇到了 道上有一个 蛮善良的 一个 姐姐妹妹 年轻的小姐 嗯 他是说 愿意 可以带 求知欲 旺盛的人 嗯 最多两个 两个 他没办法带很多 然后进到城里 或有观光政权 他可以 算是给我们一些机会 也看到他坐了下来 那当然的 Gurt 还有Aden 看是你们手上走 他都是免费的 那你们要做些什么 嗯 嗯 那Aden 他会 就是 先 吃了两口的早餐之后 然后笑笑的看向那位男性 然后就说 哦 听起来真是个 不错的机会 那 嗯 我和我的同伴 然后他会看向笑的一眼 然后说 是挺想试试的 那不知道这位小姐在哪里呢 看到他 他指的指 距离这里 东北方 大约 大约 大约你注意到 大概是30匹左右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 比起说是一个巨大的马车 甚至一个小小的木质马车 那 那 那马车十分的娇小 但是却十分的精致 可以看到这马车上面都有 美丽的金银式的雕花 而那一头美丽的东马 都有被打理的干干净 可以注意到 在30匹的那一处 也就是马车处 做出了一个美丽的 有着日眼的高等精灵 看到他将他的头发 绑成了一束蓝马尾 轻轻的放落在他的左边 而且 他那美丽的灿烂的金银 在这阴阳高照之下 闪闪发光 奔动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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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 简单用过他手上的早餐 然后就 收拾一下之后 向他们道 向那个 男性道了谢 然后就 走吧 然后看了一下夏又特的眼 夏又特他也就是迅速的将早餐用完 然后放好 以后就说 嗯 走吧 我 那 两个快步的动动动的 跑到了这个高的金银 看到这个女性就是对你渣渣一眼 别的脸 哦 嗯 蛮好 喔 你为什么这边声音有点荡荡 我现在重练 OK 没问题 那 那我也重練一下好了 因為我也覺得有一點點 好 那就是對 有一點點 有時候是海底店啦 又被殺了一遍 對… 那她會稍微向那位女性欠個聲 然後說 小姐你好 我是Aden 這邊這位是我的同伴 我們聽說 不知道是否有這個 榮幸能夠跟您一起進去Candle Keep 你看到… 然後… 夏洛特要說什麼 來 好 在那個Aden講完的時候 夏洛特也就是微微謙聲說 我叫做夏洛特 看到這位高等女性眨眨眼 你們也注意到她現在 她穿著的服裝是一個美麗的綠色 這個綠色是森林綠色的長袍 而這個長袍輕輕的… 輕輕的如果下 然後… 也看到她稍微就是… 呃… 有一些… 說的話… 看起來她穿的服裝是十分的簡便的 要說的話 比起說是精緻的服裝 更像是旅行的服裝 你們也看到她… 那… 美麗的頭髮 還上面有… 有… 有稍微插著幾朵美麗的粉色的小花兒 看到這位女性向你們也說著 呃… 你們好 我是… Emily 然後… 你看到她… 你們都有看到她 就是向你們炸三也說著 那… 你們想要進城是… 什麼原因呢? 嗯… Adan她會笑一笑 然後就… 說… 嗯… 當然 除了Candle Kid的話 就是裡面的知識了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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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磨特就會回覆說 聽說裡面有非常多… 就是… 很多… 就有很多新奇知識的書籍 從以前開始就很想進去看看了 如果能夠… 學習到更多更多… 不一樣的知識的話那就好了 那… 吐嚇到這高等級下了 有點點頭說著 看起来真的是求职于旺盛的人了 我是要进去打工的 所以 看你们这样子的话 哦 对了 你看到他边说着边打开了马车的后门 要你们坐上去 随后看到他说着 今天好像有舒展的样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或许可以去看一看 那真是风大忙了 谢谢 那Aden会向他行个礼道谢之后 然后就是上了马车 那萨沃特也是 就是听到的这些话以后 就是到了神仙 然后也跟着上了马车 好 你们还是听到了马车 哒哒哒的行走的车响 很快的你们也随着 就是马车的窗户 也注意到的是 那美丽的台宝的景色 今天的景色是十分的美丽的 要说的话 今天也正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啊 虽然说在海岸是多云的天气 但是在这个艳阳高炸之下 也可以看清楚那美丽的 如同阶梯式的那高中的城堡 还有上头 还有一些 一些鸟类飞翔而过 当然 这地方 对你们来说 记手机又陌生 但是 总是 能进去总比 被卡在外面来的好 你们看到他 这个马车慢慢的形势 那 在过程之中你们有要做什么吗 你们在马车上 现在是进城门吗 还没 现在还在上面 就是看你们有没有要做什么 我应该就是观察一下 就是外面那些在排队的人之类的 若特的话 就是对着艾米妮小姐露出了笑容 ok 那 Lichester帮我骰个那个吧 帮我骰个 perception 看一下 好 欸 20 你注意到 今天排队的人 一样的 真的是满满的人潮 基本上没有说到排队排一场线这样子 没有这么多 他们是 呃 应该说不会到这样子的状况啦 但是就是陆陆续续的 有的是马车 有的是徒步 有的你们眨眨眼 都可以看到前方 透过马车前方的窗户 都可以看到说 嗯 被赶出去的人们 也就是 没有提供任何的资产 任头任脑的进去 也就被 守卫们给推了出去 但是他们没有 沉重推 就是轻轻说 啊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行这样 那当然的 慢慢的随着人潮 也开始轮到你们了 你们也听到了 前面的 就在马车外头的艾米丽 呃 里头 也是说外头的 守卫们讲了一些话之后 你们也开始 缓缓的 进到了层面 你们看到 当然 广大的广场 还有 灯山 人海的景象 今天的Candle Kid 而 上 而之前 小鸽你看到 相较之下 是真的有差 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对于 雷雪森林 第一次 真的真的上到 地表 还真的上到 这个Candle Kid 的城内 对于来说 这 满满的都是 属生 或者说 都是长袍的 这些 都是基本上 都是学士之人 所待的 在这个城市里面 来说 这是 第一次所见 最后你们也听到了 马车 这个步伐 停止了 而换来的则是 大城市的景象 你们看了一下周遭 你们也听到了 那年轻的高的女性的声响 从外头传来了 进来咯 那我会先跳下马车 然后走向艾米莉 然后跟她说 真的是太感谢了 下见 注意到这个高的女性 是对你 微微笑说着 不会 对了 你们在这里 如果是以 拜访参访的话 只能逗留10天 如果没有任何的工作证 或者有特别的许可权的话 此天之后 是会被守卫请出去的 原来如此 真的非常谢谢您 那 夏奥特在下了马车 然后 听到就是 艾米莉的话以后也 会赢到 好 Aden她会稍微笑一下 她说 嗯 我们明白了 嗯 那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看到艾米莉也是笑那么点 说也祝你们 有个美好的一天呢 最后 你们也听到 就看马车开始行驶 缓缓的离去 你们现在正在 Candle Cube的广场前 你们看着也就是那 来来去去的人潮 那你们有要做什么吗 Aden她会向 夏奥特身上 然后就地图 哦 哦 哦 好 那夏奥特就 晃晃晃晃晃的 从包袋里面拿出地图 然后交给了Aden 然后就说 那Aden先生 我们现在 要先去找 那一位女性 Tifulin呢 还是 呃 再去找一下 Dabalas 找借 拿一下通信认呢 我先看一下地图上 有没有 酒 就是有没有 酒馆一类的位置 帮我 骰个 Intelligence或是 Wisdom 毕竟它是一个 很简略很简略的地图 OK OK 2 18 虽然地图十分的简略 但是你注意到 确实是有 标注于酒馆 这个 看起来画的就像是 酒馆的位置 你眨眨眼 是在 这个城镇的都北方 虽然 这个地图十分的简略 但是如果说一直 一直朝方向走 应该 应该就 没有问题的 吧 那他会先把地图 收起来 然后就说 当然是先去找情报啊 哪不成 你想要在这Candle Key里面 徒步找一个 人吗 你认真的 说的也是呢 那么 就先去酒馆吧 啊不 我可以那个嘛 想想看 就是那个 东北的酒馆 是不是 小腿池 之前来的那个地方 帮我塞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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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印象中 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酒馆 才对 那我还记得 去那边的路吗 这就是 看你要怎么跟Aden 阿比 这个是 你要跟对方互动 不是一个就是 看互相确认 彼此的眼神就走了 呵呵呵 你们都没有定好了 你不说 你不说我不知道 对 没有没有 我想说如果 小腿池还记得的话 他就会跟Aden说 他还记得 那边路怎么走 那你要RP啊 哈 真的你要RP啊 这不是跟我讲啊 你是要跟Aden讲 不是跟我讲 你看着天空坐着 我要跟Aden说 呵呵 不行吧 呵呵呵呵 看着我啊 看着我 呵呵呵 那 那小腿池他就转身 Aden说 嗯 如果是这间 酒馆的话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有过去过 我应该还记得 路怎么走啦 应该 那他会看着你 然后跳跳眉 然后就是向前 做一个亲的手势 那我请Shout 把我塞 Survival 但是优势 我给你一个 Advantage Advantage 优势 所以我 一样先塞吗 你是塞两次 然后去最高 这个叫做优势 也就是我给你 你塞两次 但是你取最高的数字 你动了动你的脑袋 嗯 至少说那个时候 你摸了摸你的脸 现在你的伤 你的绷带已经取下了 毕竟 在失败着因地 那里的人 都十分的温暖 而且在你拆下绷带的时候 你也发现 你身上那一道 巨大的猫爪痕 现在已经 结痂 也现在 那些结痂 也脱皮 也落下 所以你现在 你的脸 也已经恢复了正常 至少说总比 流着血 走在大街上 来得好 毕竟 也总不想 那么的阴冷嘴 你 和Aden 在 在这个 能来人往的街道上走着 还不时听到 有人正在叫卖 或是 有人正在贩卖 这新的文具之类的 你 动动向着脑 用着你的脑袋 想着说 嗯 这个道路应该是 这么走才对 毕竟 那时候虽然 你头破血流 那时候 那个巨大的猫爪痕 看了 你也想起 那时候 正在 迎接你的 或者说 那时候 看到你下的 花容失措的 某 一个 小小的 一个 年轻的 女孩 看到你 直接把你拉到 酒管路 其实也 并不难找 你 带着Aden 慢慢的走到了 位于 Candle Keep 东北方 那一间 名为 名为 Candle Keep In 也就是 Candle Keep 酒馆 这一个 有着 双层 双层柔 然后 看起来 十分 要说 可爱吗 或者说 十分 普通 但是在 这普通之中 又带了 一些 庄重感的 独老的 酒馆 你们在外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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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Aden他会先 率先走进酒馆 之后 先 观察一下里面的格局 好 那 帮我塞个 Reception 也就是 对 拉开门 好 那我换个音乐 带你就是 将酒馆们的 门 拉开 这个景象 也算是 让你感到 为之以心 而在 Niland the Isles 的状况不同 而 这一间酒馆 倒是 明明今天是 早上 但是 现在说 你想想眨眨眼 对 你跟Shart 才早上起来 吃过早餐 然后行进路 也没有算多久 然后走了一小段路 大概花了15分钟 可是 这地方 就像是全天的热闹到 感觉就像是外头 正是夜晚似的 你注意到 这个一楼围餐厅 并且 左方有一个大大的秘鲁 还看到了有一些人正在秘鲁前面 正在取暖着 还可以看到说 现在四周正在忙碌的人群 也可以注意到说 今天 或者说现在这个酒馆 真的是 热闹的要命 而且里面的人 你也注意到 里面的人多半 不是旅行者 或是外来的人 不然 就是里头的 学者 也可以看到说 首位 你特别也发现到 里面的首位 穿的不是笨重的骨甲 而 幻子者是像是五层 或者说是穿着布衣的 也就是法师型的首位 那当然 你也注意到 有一个往二楼的接地 那基本上 现在看到这个楼梯 的前方是有链子 一个粗粗的麻绳给链住 上头写着 静止操二楼的住客 这样的话语 然后这是现在你们看到的 示意图 这个是这间酒馆的一楼的规模 大概它的规格是长这个样子的 里面 是满满的人潮 那 那我想要 稍微 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 四周有没有 就是 呃 就是 我曾经看过的 那些 店鱼小姐的声音 就是在 好 帮我塞个perception 照一下 有没有 我认识的人 你看了看 但是 人实在是太多了 你揍了揍眉头 找不到 或者说 嗯 暂时是没有看到 自己熟悉的声音 那些人 他会 回头 瞥瞥一眼 然后 就 自顾自的往 就外里面走去 然后 找一个 找一个有 两个人可以做的位置 坐下 帮我塞个 这个帮我塞个 来看一下说 有没有那个 对 有没有找到 适合的位置 十八还是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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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看 没有 算是没有 刚好只有两个人 可以 可以坐在一起的位置 可是 霸台前 倒是确实有了 你注意到这个霸台 虽然迷你 虽然小 基本上更像是 呃 櫃台 你看到櫃台前 也有一个方形的 大概 你看了一下 这个木头 如果说的话 你磨了磨 大概是黑块木 所制的吧 长椅上 虽然这应该是 四人座 可是现在上头没有人 你们两个 是可以直接 坐在上头的 可以直接就是 拉 拉开长椅 坐上去 嗯 他会直接 拉开那个长椅 然后就 很自然的 直接坐上去了 那 萨尔特看到 就是Aden 找到了位置 那就也跟着过去 坐下 那你们有要做些什么吗 还是你们要面面相去看 什么事 哈哈 我想 我想先看一下 附近有没有就是 服务生 装扮的人 然后想向他先 招手就是 试一下就是 这边要点餐这样 好 帮我骰个一滴二十 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服务生 十四 你知道了招手 你看到是一个 蹦蹦跳跳的一个 哈菲林 一个半生人 他有着棕色的卷法 可是你看到 这个卷法有点杂乱 他的长法 他大概是长度 大概到腰间 可是注意到 这个卷法看起来 就像是不规则的 或者是 特别是 这个小小的卷 还 让人觉得 他可能 没有睡饱之类 但有可能 他也是 是他正常 或是说 他应该 可能本身 他的头发就是比较绝窍吧 你还注意到 这个服务生 这个哈菲林 这个女性的服务生 头上还带着 一个粉红色的发枯 他的 他那 有点肉肉的 有点 有点风雨的手 还端着一个 大大的 黑色的 黑色的盘子 当然 这个 这个盘子 你眨眨眼 嗯 好像也不用说 我真的常见 你也注意到 这个 这个哈菲林 这个服务生 慢慢的靠近说着 哦 两位 你们好 欢迎来到Katokip Inn 你们需要点些什么吗 有啤酒吗 看到这位 女孩向你们点了点头 说着 当然 当然 呃 啤酒 有普通啤酒 或是你要来点特别的 我们这边有公益一些 比较特别的酒 哦 特别的 比如说 怎么样的 看到他想了一会 最后说着 看你喜欢比较强烈的 看你喜欢比较强烈的 没有那么强烈的 还是 比较 溫和的 呃 就看你的喜好啦 那麻烦给我来一个 没有那么强烈的吧 你看到他 点了点头 最后说着 这样的话我推荐 看你喜欢比较多的 看你喜欢比较多的 你喜欢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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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 我 那 我的话 少一杯牛奶 就行了 看到這一個哈嘴看一下你說 牛奶 你確定 只要 牛奶 不喝點酒 之類的 因為待會還有自己做 所以想說 晚點再喝吧 你看到他 點了點了說 這樣的話 你們有需要來點吃的嗎 一些料理之類的 應該會撐著下巴 然後思考一下說 沒關係我們剛剛吃飽了 不過我有點 有點事情想要請問一下 注意到這個服務所看了你 是他在說著 哦說吧 我想請問這附近有沒有 販賣武器的店 看到他看了下你說著 呃其實我們CADLE KEEP IN 有跟 點下鋪合作 所以我們這裡就有販賣武器和盔甲了 哦 那真是幫大忙 呃 那待會我跟我同伴就完成後 就去看看 謝謝 看到他像你扎拉也說著 其實 只要跟我說需要什麼 就可以了 你看他說完就是對你們再笑了一回 那 埃根他會笑一下說 哼 我是想買一把匕首 你看到他 像 看了你 然後跌了頭說 一把 純粹的匕首 還是你需要有一些加工的 鍍營的 鍍營的大概是多少 你看到他稍微思考了回了 然後說著 呃 基本上可能要100GP以上哦 對 A的A的先生 哦 呃 B手的話 那 下路車壓低的聲音說 哦 我這邊有一把 現在沒有在用的 咕嚕 先接你呢 沒關係 然後他會先伸手 伸手就是向下路車推的推 然後就說 嗯 嗯 那還是先給我來一把 一般的吧 謝謝 那他 說 他看著你 然後說著 哼 那好 那 那女士呢 你需要些什麼嗎 還是需要問點什麼嗎 我想要知道 最近有沒有看到一位 就是 女性 Tipley 她 是 紅色的短髮 然後還有穿著一件 紅色的砰砰裙 你看到他用著非常 痛苦的也是 看看說著 紅色短髮 砰砰裙 我並沒有看過 有類似這樣子的 Tipley出現過呢 不好意思呢 沒有關係的 真的非常謝謝你 最後 也看到這位 這位 Huffling 這位女性 只是說著 那 對 這樣子的話 你們兩位的 音品 加上 呃 匕首的價格的話 這樣是3GP 3GP 3GP T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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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Toto 好的 那 那Aden她會直接 先從包包裡面 掏2GP 然後直接放在桌上 然後跳沒 看上夏洛特 夏洛特就 看了看Aden 然後就是 心裡想著 嗯 也是啦 然後就拿出1GP 然後放在桌上 最後 你們也注意到 這位女性 將這3 這個3 3GP 這個閃亮亮的 三顆美麗的 金色的銀梅子 這個金梅子 放滿地放到了 桌盤上 最後看到她 快不看著你們 點了點頭桌著 那我馬上去去就回來 你們也就是 嗯 看看去說 或者聊聊天之類的 啊 就就有你們啦 隨後 你們也看到 這位伴侍者 也沒有像是要打擾你們似的 已經走到人後廚房了 那我想好好跟她吃走 那你先吧 沒關係沒關係 你先你先 嗯 好那 我想要稍微看一下市周 看有沒有什麼 就是 看起來可能比較 嗯 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很忙的旅行者之類的 就是 去大話也沒問題的那一種 幫我塞個perception 你看了一下 四周 要說忙的話 其實也不算忙啦 要說的話 其實來這邊 就像是餐館裡面 基本上他們都是喝酒相熱 所以說忙也不會所有到忙這件事 那你看了一下 周章 你注意到這個人幾人的環境裡面 你確實是看到有一些比較說 稍微一個人自行獨自喝酒的人 或者是大概只有兩三個 純粹就是來這邊的觀光客 可是讓你為之一亮的是 你注意到 一個 一個 看起來 完全 在這一間酒館 完全看起來就是不適合來酒館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龍人 你注意到 這個 這個龍人 他 身上穿著 白色的長袍 然後 也注意到他 手上拿著一根小小的木棒子 你看到他 這個木棒子 對 如果是對你們來言 對你們而言的話 這個拿這個木棒子 大概 要說的話 簡直 可以說是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木棒罷了 但是對於 他那嬌小的身形來說 確實十分的大 嗯 你也注意到這個小小的cobo 看著面前的食物 就像是 有點像是流口水 但是又抽了抽他的口水 不停的盯著 還聽到他 不停的唸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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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吃 不吃 吃 不吃 你看了這個方向 你繼續盯著 他 離你大概是隔壁桌 大概是 隔壁兩桌 大約是 20幣左右 然後 你 眼間你也可以飄到他現在 面前 看 那一碗 熱騰騰的 鱗肉 還有旁邊的麵包 也看著這個cobo就不停的盯著 然後 吃 不吃 吃 不吃 吃 不吃 那 小特看往那個方向 然後 然後 又轉回去 看Aden 然後 跟Aden說 那裡 蘇有一個 小龍呢 嗯 或許我們可以跟他 打聽一點消息 還是Aden先生 有打算做別的事情嗎 他應該會 就是 單手撐在桌上 然後 吃著他的臉頰 然後就是另外一隻手做了一個 去啊 的那種動作 然後 對 就這樣 然後特大就回說 嗯 那我去去就回 然後就 朝著那個小龍忍走去 然後他就拿起了他自己平常 就是 帶著的銅幣 然後就放到了小龍忍的旁邊說 嗯 如果有什麼 嗯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我覺得投資硬幣來解決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你看到這個 這個Cobo看得像你 然後就很像 呃 嗯 呃 呃 呃 你好 嗯 不好意思 那我的命是 夏洛特 呃 有些事情 想要問一下 您了 看到這個小小小Cobo用著很困惑也是看下一桌子 有 什麼事情要問我 嗯 有一點 想知道的一點點訊息 然後 接著他就說 還是 你要先決定 要不要吃這一碗呢 然後他又 摧了一下那個 硬幣 你看到他看了 這一回 然後又看了一下 你然後默默的 看了 指了一下這硬幣又看了一下 你說的 嗯 呃 這樣子 你不怕我直接把這個拿走 嗯 是 不怕啦 你看下來 沒有那麼快 你看到他 搶了鬼兒 然後默默的就是伸手 接下這硬幣 最後你看到他 大量這硬幣些許 你看到他 彈的硬幣衝上 往上這樣彈 然後 最後你看到這個小小龍爪 這樣這硬幣接住 最後 你又看到這硬幣 像是 轉來轉去的 看到他 像是 不停的在 玩弄這個硬幣似的 隨後 你看到他家這硬幣 推回到了你旁邊 最後 開口說著 嗯 吃吧 然後拿 他拿起了 用他那小小龍爪拿起了 那小小的木勺子 開始 大口大 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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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裡頭的斷肉 有做出決定 這次太好了呢 那小龍特就把那一枚硬幣收回去 哦 他是三人座對嗎 呃 不是 他是 也是 一個長 長方形的一個四人座的桌子 但是目前就是 他是座最靠邊邊的 那他旁邊那個位置有人坐嗎 沒有 好 好 那小龍特就跟那個小龍人說 那不好意思 請問我可以坐這裡嗎 你看到他看一下你 然後滿嘴都是燉牛肉 然後你看到他就在那個小龍 然後點了點頭 那小龍特他就 就是 好得 坐在那個位置說 嗯 嗯 還是我等你吃完以後再問你好了 你看到他歪一口 然後繼續吃著說 然後像是馬口叔叔說 嗯 說啊 說啊 好的 嗯 那我想要 詢問一下就是 就是 你這幾天有 看到一位就是 女性騎伏林嗎 他應該是有 紅色的短髮跟 黃色的 碰碰群 你看到他 他 你看到他搖頭 馬上搖頭 嗯 還是 有看過類似的 人 你看到他思考了一下 然後搖頭 這樣啊 那 還是 最近有聽聞 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嗎 你看到他想了一會兒 然後說著 書展吧 書展吧 說 有很多很多的書可以買 而且 書書館 關閉 然後 書展 永遠會 書展 然後繼續吃 第一頭 開始繼續吃的倫肉 咦 書館關閉嗎 嗯 哦 那我想問一下 書展大概在什麼地方呢 你看到他看了一下 你歪了歪頭 似乎好像不太確定方向 那 那 目的有什麼東西呢 你看到他 歪了歪頭 不確定 好吧 那 謝謝你喔 那 在你回到了 回到了 Adan的身邊的時候 Adan 你也注意到 那位有著 紅色捲法的 有著 中色捲法 就是中紅色捲法的 半神人已經 拿著托盤 上面已經 一杯 是有著用 玻璃品 裝著 像是氣泡影式的 有點 帶為 漫月 越漫月 眉紅色的液滴 而旁邊 則是用著用 墓碑 裝著一杯 小小的兒童Size的牛奶 隨後 當然 你的眼睛也 注意到的是 皮手 那 閃亮亮的 上面 看起來 也不算太糟 也不算是太差 但是 還起碼可以夠用的 一個 便捷的 普通的皮手 你看到 這 你們都有注意到 這服務生活 走到你們桌前 這樣拖板內的東西 非常緩慢的 放了下來 當然 需要是你看到 這個小小墓碑 放到的面前 而 你看到 Aden的 拿到的 這是 美麗的 蔓越莓色的氣泡影 你們看到 這個半生人 也這樣 帶鞘紙 都 有帶鞘 遞給了Aden 然後開口說著 啊 那 這是你們說店的料理 如果你們有需要 再點些什麼話 再叫我一聲就行了 然後 最後 你們也注意到他 這樣子漫步的 融入了人群 Aden剛剛應該會是 就是一邊撐著頭 然後 他一邊在想事情 然後一邊用眼角余光 再觀察下 或者他那邊的狀況 然後 他會收下鼻手之後 就是先跟那個 半生人女性 倒了一聲線之後 再收起來 然後 再看下下 然後就是 嗯 然後呢 然後 待會再問問吧 然後就一邊 開始喝他的酒 可以幫我塞個 對 那個 如果想塞可以塞 阿沒想塞也可以 就是 好不好喝 你輕輕的喝了一口 這叫做 血酒 Brothwine 這氣泡飲 你發現喝下去 有淡淡的酒精 但是裡頭的 糖漿的一點微微的 有點酸甜酸甜的滋味 而且配有這樣 一點小小的這個淡淡的酒精 喝起來 其實還蠻 蠻配飯的 嗯 如何呢 那一杯酒 拿蝦洛特歪歪頭 然後看向了 就是 那一杯 蔓越莓邪酒 他會對你挑挑美 然後就說 還不錯 怎麼也想喝嗎 我是沒有喝過酒 不知道酒的味道啦 之後再說吧 之後再說 那你應該會看到他只是 就是丟給你一個眼神 然後就繼續喝他的酒 然後 喝完之後 他會看 看一下周遭還有沒有 就是服務生 你把我殺給一滴二十 這次會叫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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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會是誰呢 下落車就繼續 沉默的喝著他的 牛奶 3 你招了招手 你招了招手 這次來的是一個 有一點結實尖狀的伴手人 男性 看起來 雖然是男性 但是你看到這伴手人 一走到你們就 哎呀 兩位可愛的 兩位可愛的 小 呃 年輕人 你們需要些什麼嗎 還看還一直扭扭捏捏的 明明是一個大概一百九十多公分的壯漢 滿身肌肉 但是講話卻 有扭捏捏的 動作還非常的入中下一個女性 三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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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他的笑應該會稍微小僵了一下 然後下一秒就跟沒事一樣的說 是這樣 我們聽說這附近最近在辦書展跟遊園會 不知道這位置大概在哪裡呢 沒注意到這個發生了 喔原來 喔原來是 想要來參加書展 要看關書展的人哪 我果然是看你們這樣子非常求是的眼神 我覺得你們一定可以的啦 呃其實就算圍繞在城堡附近 並沒有說到太遠 呃如果你們想要什麼特別服務之類的啊 那邊也有的啊 還說的時候還對我泡一個媚眼 OK那他會就這樣我知道了謝謝你 然後就是轉頭看這樣下的車然後說 就是你還有要問的嗎 那我想問一下 圖書館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你看到這一個發展說 啊寶貝怎麼會這樣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他就功休啊 人家也是要放假的吧 說你也是呢 我以為這裡的圖書館是一直都開放的呢 呃謝謝你 那主義老神滿身肌肉伴射的隊 你們就是稍微拋了一個媚眼然後扭扭捏捏的很像是 就是你們可以想像就是他是走路的時候 是一直扭扭捏的然後還是內巴 然後走到人群裡面 sales 那夏可樂特呢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類的 人就是有點 透失所措嗎 但還是就是 也沒有多想什麼 就是 過不久以後就會恢復成円幔的樣子 然後他就 把牛奶喝完以後 然後就看起來在等 他會提有沒有 他說 怎麼 看我幹嘛 在等你 等你休息完以後 我們就去市場那邊看看 那他會對你點點頭 然後喝完他手上的酒之後 就先走出酒館 跟上 好 你們穩穩的打開酒館門 然後看了一下外頭 現在外頭的情形 現在大概如果要說的話 你們就看了看之後要 看起來有的都開始在準備 就說著什麼 午餐啊 或者說著 嗯 今天中午要吃些什麼的話語 大概 嗯 大概現在應該是 約了約中午的時候吧 有看到有些人已經出來 上公上到一半出來的 已經正在 準備插肩和你們插肩而過 開口說著 嗯 今天應該要來點 溫度苦的狂想曲之類的當午餐吧 然後和你們就這樣慢慢的走過 你們現在正漫步在Candle Cube的街道上 那你們有要做些什麼嗎 還是就真的完全沉默 就互看彼此完全沉默呢 呃 我想要先找一下附近有沒有油桶之類的 幫我塞一個呃 Perception 看一下好了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趣 看一下 你看了看你注意到是 這裡是有一個油桶 你注意到你的 在你前方的10bit處 有一個小小的華麗的 有著紅金相間的油桶 你注意到這個油桶 當然是一個小小的開口 然後也是工人這樣把信丟進去 然後也注意到上面寫著Candle Cube 郵局 那夏洛特就會轉下來等說 呃 夏洛特先生不好意思 我可以去寄一下信嗎 嗯 然後他會對你的頭 就是站在原地然後抱胸看著你 那夏洛特他就一邊 注意自己不要賺到了還是怎麼樣的 然後一邊快步的到油桶那邊 然後把自己前陣子寫下那封信丟進去 呦 也聽到了新鮮落入油桶那裡的聲音 那那丟完以後他就 又快步的走回去Aden身邊 然後說那我們就朝書長那邊走吧 書長啊他們好像說在城堡四周吧 然後我要左右看一下之後 然後就是找看看能不能到城堡四周 走路那邊 好那幫我做個survival好了看一下 這個對找一下吧找個路 哎呀寶寶你的survival怎麼那麼低啊 哦17還好 好當然了 你們漫步在這個莊嚴的廣大的這個城堡裡面 四處的漫步 你們也聽聞笑聲還有談話聲 還有像是一些交易還有一些就大大小小 我說的話一個一個一個該有的一個城堡應該說他們會出現的一些一些交易啊一些一些交談這些都會常出現的那當然書展找書展 這個竟然如果說那個扭扭捏捏捏的家伙都這麼說的話 你想了想應該不會說到太太早 而且城堡周圍你們緩緩地往上往周圍附近看了看 聽到了那殘殘的流水聲 還有聽到了人們歡呼歡笑的聲響 應該就是那裡的吧 你們隨著 隨著人群的步伐走著 你們也聽到人生也變得越來越密集 越來越複雜 呃當然的你們看到 今天可是一個歡樂的嘉年華會呢 可是這個嘉年華會和唱歌表演不太一樣 倒是說 輸更多的輸還有知識比賽之類的都在這裡舉辦了 好哇這還是可鬧了 那叫做他環顧的四周 然後想看看就是有沒有那位提夫人的聲音 或者是 呃 呃先看看有沒有那位提夫人的聲音好了 幫我睡 然後我想看看 附近有沒有就是 會引起我注意的攤位之類 好那兩位都幫我閃Perception 然後我看一下 對你們閃數 會跟你們分別解釋狀況 十四 好 對於小小臣你看了一下有沒有 如果說是以紅髮還有黃色砰砰去 基本上應該在這個 這個嘉年華的 這個場景中應該是 可以看見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聲音吧 應該是很明顯的吧 但是你東看西看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 就算是有提夫人這種組 也沒有看到 和 所有敘述符合的 人 呃 Ada你看了一下周遭 當然 你注意到 當然 像是一些 呃 比賽啊 或是一些販賣書籍的攤位之外 倒是 有幾個讓你產生興趣 我說三個吧 第一個攤位 讓你感到十分興趣的是 你看到 裡頭坐著一個 穿得有一點 五花大白 花枝招展的一個 紫色的提夫人 看到他手上拿著塔羅帕 然後 東看西看 米奇哈娜的星紅的雙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看到的是 一個小小的攤位 你注意到這一個攤位 除了販賣大大小小的卷軸之外 還看到的是 還看到的是 賭博 塞之賭博 第三個 你看到的是 你注意到 那些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 這是 玩具商店嗎 你看到大大小小像是八條 還有糖果 當然 除了這些之外 也看到是卷軸 你注意到 在 這個攤位上 是一個帶著護目鏡的半生人 摸一下 去個廁所 沒問題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可以 對 可以思考一下 會想去什麼樣的攤位 我想想看下落車幹嘛 我想想看下落車幹嘛 我可以趁這個空檔 然後看一下下落車 有沒有感興趣 然後我可以趁這個空檔 還是我們就看到一樣的 你幫我閃個perception 幫我閃個perception 沒有問題 你看到跟Aden看都是一樣的 就是發現沒有人然後再看了一下 對,你看到是一樣的 好的 那就休息五分鐘 等他回來 剛好我去裝杯水 好的 有什麼想法嗎?小的 好的 欸,怎麼只有一個前腳乾爪,一個後腳就回來了 好 因為廁所就在我旁邊啊 我幫人家吃的 我覺得小的他應該會 想要去 知識競賽嗎? 我覺得他會想要去賭博 那個賭博性子賭成這樣,我是覺得他會想要去賭博 我是蠻想去那個紫色體肤裡的那個攤位跟看 你說塔羅牌嗎? 對啊 不然先去塔羅牌那邊看看 也行啊 欸,你覺得我應該吃餅乾好還是去泡泡麵好?就是等到結束以後 那你餓不餓啊? 很餓的話就去泡泡麵 還好的話就去吃餅乾 一邊跑一邊吃嗎? 等一下叫酥酥酥酥的那個泡泡麵的聲音 我先吃餅乾好了 等一下再來泡泡麵 嗯 嗯 跑到一半以後就突然 嗯,我好餓 回來了 回來了 OK 那大家都回來了嗎? 沒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當然 你看了一下這 沒有沒有符合的聲音 所以也稍微看一下 你和Adan注意到 一樣的事情 那目前是你們兩個都注意到 就是純注意到 但是你們沒有就是 RP 我推薦真的是RP 因為玩家知道角色不知道啊 OKOK 那Adan的話他應該會 哼 然後就看了一下那個 紫色提福林的攤位 然後指了指 然後就說 先去那裡看看嗎? 嗯,好啊 反正 也不知道那位小姐 現在在哪裡呢? 然後就跟著Adan一起過去 那個 紫色提福林的攤位 OK 那我想要你們兩個 不知道我才看 我只是純粹看一下狀況 純粹看 好 好的 十三 OK 你們兩個都有注意到 是這個提福林不時的 玩著手上的塔羅牌 然後將手上的牌 再放到桌上 最後又看到他非常 就像是在華麗式的洗牌 然後 在你們接近的時候 你們看到這位提福林對你們微微微笑 就像是 料到了 或者 像是 愉悅 你們也不確定 他在想些什麼 你只注意到 他對你們 瞇起了他那雙 紅色的雙眼 最後 緩緩的張開 看向你們說著 他 歡迎歡迎 歡迎 他前面是就是有椅子嗎 還是就是一個攤位這樣 這是攤位 攤位 攤位 OKOK 夏威特你剛剛想說什麼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好 那 Aiden的話他就會先 蹭過去 然後很有興趣的看了加霜那些塔羅牌 然後就說 一次多少 好 你看到他看一下你 然後說著 一枚 閃亮的金幣 他就行 然後就拿出HGB給他 看到這提福林接下的一句 很輕巧的接了下來 隨後對你笑笑說著 那仔細看清楚啦 你看到他開始洗牌 最後將牌子 攤了開來 你看到他對你微微笑說著 知道嗎 抽一張牌吧 你幫我 幫我 幫我 塞個3D 20 然後 對 如果是重複就重塞 我要塞個不同的數字 這樣子 對 抽牌 D1416 好 我來看一下 你注意到他 對你微微笑說著 喔 表示你的手還挺快的嘛 那他只會這樣笑了一下 你注意到這個提福林 沒有多說什麼 然後看了第一張牌說著 那麼 我們就看 第一張牌 告訴我們的意思吧 你看到他笑了笑 隨後將第一張牌翻開 你注意到 第一張牌 是這樣的 你發現和普通的塔羅牌不同的是 你看到 這個 塔羅牌 倒是 你 幫我塞個 英特勒捲 我看一下 英特勒捲 看一下 英特勒捲嗎 我看了一下這個牌 你想起了以前 在尼蘭德 Isle的時候 曾經聞過關於 巴洛維亞 巴洛維亞的事情 那裡 曾經有一群 或者說他們有一群人 叫做 要說的話 你皺了皺美 他們叫什麼 巴斯塔尼 你想著想 呃 他們叫 呃 你 晃了晃頭 啊 你 眨眨眼 應該是一群 商人 或是一群 遊牧民族 還是 呃 你看了一下 眼前的牌 你看到第一張牌 這個樣 注意到 這張牌 一個 男人 被雙手 被鐵鍊 給鍊起 後頭 的建築物 發出了 陣陣的煙霧 你看著這紫色 皮膚靈 看了一下 你勾起了他的嘴角 說著 喔 看起來 你的過去 並沒有 那麼的 融洽嗎 尤其是 你看到他 用他的左手 輕輕的用食指 點了點這張牌 說著 你感覺 有沒有覺得 像是被束縛 或是不自由 嗯 那他會偏頭 朝他笑一笑 說 束縛啊 很無聊 不許這樣說吧 看到他點了點都說著 喔 我理解了 那我們就來看 第二張牌吧 你看到他 他想了想 隨後 將第二張牌 緩緩的 攀開 你看到 這張牌 上頭 是一個 地角 我貼給你 你看到 地角 黃黃黃的 就像是這個鐵墊會隨時的隨風左右搖擺 但是又看到這個光黃黃的撒下 你看到這個 不靈 看了像你 沙沙也說著 哼 這是你的現在呢 你燒光 代表正在努力的突破著 困疚 突破著 困境 你在追求你的自由 有 他會微微微笑然後不說話 不然你注意到這個 那個蛇蹄波 你看了你一點 最後又看了一下 Aden 沒有多說什麼 看了一下 你多說 那你要看最後的一張牌嗎 好 最後 他 沈穩的 盯著 正在 正是 背負蓋負的牌 然後 打量些許 重緩的 將這一張牌所翻開 你看到這一張牌 不像是說 所謂的美麗 倒是可以看到非常殘忍的圖像 看到的圖像是這樣的 你看到的是兩個 悲慘的人頭 一個張著嘴 一個盒著眼 而盒著眼的人頭上 還有大大的鬍子 就像是 要判決他們 或是處理他們 也看著後面那三個木棒子 還有桌上 流下的鮮血 你只看到了 那位 紫色地位派下來說著 狂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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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難難治癒的 叮了一下你說著 遺棄還有溝通呢 那他會稍微思考一下 然後就說 好 我明白了 謝謝 然後 就轉頭看到夏威特 然後就是用眼神的示意 就是 你要玩嗎 這樣子 那 夏威特 那夏威特 他就是注意到Aden那邊 結束以後 就是轉頭過去看你在Aden說 嗯 過了吧 我反而比較想要去 然後他就 手指向就是 鼓勾那邊 那邊說 嗯 那邊看看 那他會對你走走間 然後就是 那你就走了 當然這個距離不算太遠 你們漫復的在人群之中 來到了 聽到了骰子 咳嗒咳嗒的聲響 你們注意到裡頭 坐著 一個人類 你注意到這個人類 戴著一個大大牛仔帽 留著 一個俏麗的烙塞虎 你注意到他扎了扎他那一雙 湛藍的光眼 握了一下他那黑色的長髮 最後看到這一個 穿著的簡直的人類 看了下你們說著 喔 小姐還有先生啊 要來唱Size遊戲嗎 或是卡牌遊戲都行的 只要拿出你們的籌碼 或許 你們可以贏得雙倍回來喔 嗯 這還是是令人感興趣的 嗯 那麼玩一次多少呢 你看到他看一下你說著 這樣吧 入場費 一局批 之後 你看到這位 這位就像是核觀式的男性人類子 看了一下盆旁說著 或許會有一些人會熱意的和你 來進行一些 一些對抗 就看你 要不要 可能會在因為這小遊戲中 獲得致富呢 嗯 嗯 那 下了這他就 稍微思考了一下 如果只是 稍微的話 應該 沒有問題了吧 然後他就轉向了Adan那邊說 那 Adan先生要來 試試看嗎 對 好 然後就 直接拿了一局批 然後給那個老闆 看到這位 如同核觀式的男性的類子 是這樣子一局批手下說著 嗚 然後看了一下後方說著 新來了 新來了 一位 那 女士呢 你有想要嗎 好啊 那他也拿出了一局批 然後 遞給了 那位男性 看到這位男性 接下一局說著 那 祝先生還有女士們 祝你們有個愉快的 愉快的 愉快的 生活 最後 你注意到這位男性 將 攀子後面 也就是放 就是 掛在攀子後面的布裡掀開 你注意到後面是 賭桌 一個大大的賭桌 你們注意到左邊是 賽斯桌 而右邊都是卡牌桌 你們都注意到裡面 各都做了 各都做了一些人 就看你們要 想要去賽斯桌玩 還是要去卡牌桌玩 我想要去 我想要去 賽斯桌 那走吧 然後他就會 送往前 然後先走到賽斯桌那邊 那下路程就隨機跟上 好 在 在 在你們 慢慢的 來到了 這一個賽斯桌前 你們也注意到的是 裡面 做了 各做了 三個人 你們看到裡面 剛好做了三個人 然後看起來 就注意到這三個人 都是人類 而且 也不進箱頭 你們看到第一個人類 戴著眼鏡 然後 他看起來 十分的 要說像是書生嗎 看起來他 文粥粥的 向你們點了點頭 而第二個 你們看到 是一個伴手人 他比起 你們先前看到這個伴手 這個伴手看起來 正常多了 也看到這個男性 正抽著他的雪茄 而A的隊員來說 你在 你的IOS已經看到 算不少了 一看知道 這看起來就是水手 這一個水手 看起來是來這邊做消遣 和第三個 你們看到的是 等一下 守衛也在裡面玩嗎 你們做一下眉頭 你們看到的是 祝福者 你們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守衛 是一樣 這三個都是人類 看到這一個人類男性守衛 只看一下你們 然後認一下 然後想了一下 然後比一個嘘的手勢 嘘 他只會 笑一下 然後就先坐 坐上捕捉的位置 笑著他也是 叫好聲的笑了一下 然後 點了點頭以後 也坐上去了 捕捉 在你們都坐上去之下 你看到這三個人 就互叛了彼此 然後 你們也注意到 那位 像是 核觀式的穿著 雙重穿著 簡潔的那位 人類男性 人類 只是 掀開的布 連走了進來 你會看到他原本應該是在外面 但是他卻走了進來 看上去的桌子 那麼 你們有準備 骰子組嗎 有自己的骰子組嗎 還是需要 需要 我們這邊提供出現呢 會 Aidan他會一攤掃就麻煩了 看到他拿了一個 你們都拿到了一個 你們都拿到了一個 就是借道 這是借道 所以不要寫 就是借道 你們借道了 各借道了一個Size 你們看到這些木製的Size 雕刻的十分的細緻 也看到了其他三個人 對你們笑了笑說著 那麼 主經 你們聽到了 那位 那位所謂 率先開口道 然後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馬上嗚出了嘴巴 呃 你們千萬不要跟上層講 當然 這是在賭桌上的事情 沒事沒事 那 那笑的他也是 親笑的一聲說 嗯 不會說出去了 那Aidan他會先拿3GP出來 然後就 嗯 先小玩一把吧 那 沙霍特他也就是 從 袋子裡面拿出了 3GP 然後放在桌上 看到其他人 看了一下你們 然後敵人說 喔 原來是小獅神手嗎 那我們也來囉 然後看到這首位就是 做完然後放出了3GP 裡面追到水手就是 恩 3GP 就3GP 我肯定會贏的 然後將3GP放到了桌上 然後也看到那蘇生 對他眼睛說著 恩 以我的計算 3GP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然後放了3GP在上頭 你看到他們 互相看了彼此 然後 你們也看到他們 視線看了一下 後方的那位人類男性 你們看到這位人類男性 只是向你們微微笑說著 那麼 是這樣子 賽制的話 主要 我們就是定 你們 這樣子 五個人的話 五戰 三勝如何 你們都覺得公平嗎 挺不錯的 恩 沒有問題 最好 看到這位人類男性 沙爾沙哈娜 藍色摩子笑笑笑說著 那麼 先生女士們 您享受你們的 你們的 愉快的時間 最後 看到她說完善 舉了個公 然後慢慢的走到了 那布連的後方 掀起了那布連 你們也注意到後方 又有來虛混的人們 對 布連彎彎彎的和尚 也看到 這些人看你們說著 那麼 我們來骰吧 看到他們都各拿起的小木櫃子 開始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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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開始 開始晃動著裡面的賽制 那 我想要你們 幫我 骰個 1d6 來 對 就是真的就是比大小 不要再骰這裡 等一下 我在這邊骰好了 這邊也是骰 然後 我直接骰它 你們看到 一次 一二三 掀開 你們看到第一個書生 她書生掀開的是 等一下 對不起 들어오單 Fang 他掀開來的數字是5 再來他看到推了推眼睛說 嗯 可以的 你們又瞄到了這個伴獸人 他掀開來的數字 看到這個數字是1 看到這個水手通火爆的時候 非常憤怒 但是他也沒說些什麼 而最後的那個守衛就看了一下說 嗯 我的樹 YES 看到他擺出了城市內的臉 然後看了一下 不對 我還必須要贏你 呃 是的 Charlotte 再曬 跟他 呃 你看到這位 走回的 今天我可以加菜了 你看到他非常愉悅的握著拳頭 隨後你們馬上聽到旁邊的水友說 你每次都這麼說 只是現在公開 現在有輸展的關係 所以 你想要欺負新人對吧 然後看到那位人類拿起守衛 就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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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然後艾登他會 哎呀 不好不壞的開場啊 然後 最後你們又看到這位選手推了推眼鏡 我相信這次計算是可以翻盤的 你看到他說的時候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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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那位守衛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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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很有趣,然後就一直都是 就是保持著笑容 看到,當然你們倆互看鼻子 喔!最大的數字,然後看了一下 那對面那三位 你們看到那位數字就是 就是看了一下他下面的數字 看到他現在眼色變,開始變得嚴肅了起來 而中間那位水手,底下看他的數字 雖然他陽性微笑,但是看到你們數字 他嘴角就收了起來 最後那位守衛 搖搖牙 新手魚是新手魚,我一定可 看到他 可玩,然後嘴巴也收起來了 然後看一下你們 然後這位守衛說著 那你們兩個必須要對抗 再對抗一次 對抗 就算是Adan先生,也不能輸腦 那Adan他會就是輕笑一下他就 好吧 再來,我看到這位水手 喔 再來,這位女士 你還蠻有 蠻有運氣的嘛 可能就是 所謂的新手運吧 最後看到他笑的笑說 最後看到他笑的笑說 幹嘛,第四局 那位書生看了一下你們的數字 然後默默的將杯子掀開 看了一下他的數字 然後擺出了一個YES 最後 再來就是水手 有看到那位 出狀的水手 看了一下他面向的數字 看到他一樣也勾起了嘴角 而再來是看到了 那位守衛 再囊囊之語說著 啊,你們都追上了這樣子 然後 看了一下數字 他眉頭皺了起來 最後 他們互看彼此又看了一下 這句還真是精彩的 那笑的看起來笑的又 更開心了一點 那位書生說著 嗯,大概吧 與我計算 有時候太自慢 可能反而會更慘啊 看到他說的時候 然後看他骰子 他臉色慘白 而再來那位水手說著 喔,你說的算喔 好 然後 看 跟修奧特 互看了一眼 對,他跟你互看了一眼 那麼 女士,我可能必須要再跟你才次啦 呃,沒有問題 你看到他眉頭 直接微微的皺了起來 然後說呢 這局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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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看到那位水手 又開口說著 那麼 這是最後一局啦 我們來定勝負吧 然後又聽到了賽斯 開始 殺殺殺殺殺殺 那位蘇生看了一下他的賽斯 絕了絕嘴 最後 看到那位 你們也看到那位水手 嘴巴也是 嘟了起來 最後那位守衛看了一下賽斯 然後看了下一等 哦 你 這個看起來 挺像精靈面容的 的 的先生 來吧 跟你賽吧 哎呀 再來一局吧 看到他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他的賽斯 又看一下你說的 啊 看來是你得到最後的 最後的勝利啊 最後他晃晃的說著 那麼你看到他開始 開始 開始 你注意到這個守衛開始在話 然後說 嗯 這樣沒有人得到三勝啊 呃 那代表 哎 你你你你你你出局啦 最後看到 你們都看到那位 粗壯的半獸人水手 看一下 啊 就因為我沒有任何缺缺 所以我得出局 看到 最後 你們看到其他兩位都跌在頭說 當然你出局啊 你出局啊 然後這樣不停的 不停的在調謊他 你們也注意到 那一個水手之默默的將他散去 地道的中間 隨後說著 那你們加油吧 你們必須要定勝負 定到誰 有三個 三個勝利為止 隨後看到他緩緩的退下了 就是在旁邊看戲這樣 那你們再賽 因為還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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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人得到三勝 所以再繼續 嗯 那就繼續吧 好 好 真可惜 最後 看到那位書生 就看了看說 嗯 競爭者少了一個 我的 然後看了一下 咬了咬牙 最後看到那位書生說 別高興的太早 別高興的太早 然後 看到他的骰子數 眉頭皺了起來 Adan 你看到這位書生看一下 推了推他的眼睛 看來是要栽絕了 看到他看向你 眉頭更皺了起來 叮 跟你叮 他要很愉悅的笑了幾聲 然後 再賽一次 一看到這位書生 眉頭直接更皺了起來說 呃 那 現在有兩個圈圈的是誰啊 然後看到那位書生就是看了一下說 果然果然是新手運啊 你們兩個要做最後的決鬥啊 你看到他們都各把他們的3GP都放到桌上說的 最後的贏家 不是你 就是你 嗯 你們兩個的決鬥 真的 真的想到最後變這個樣子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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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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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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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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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呼呼 還是得給你吧 謝謝 那我就收下來 那他會對其他桌上其他人點頭 然後說謝謝 玩得很愉快 你看到恰然說就點了點頭 而看到那個守衛又繼續向著 噓 不要 不要跟那個 如果看到恰守衛不要說我待這裡 當然 當然 那他就這樣子說然後就 白白手然後就走出戰火了 那那 下個退他會變受著 真可惜 希望下次會更好呢 然後就跟其他人道別 然後走出去了 慢慢的漫步的走出了 這個小小的賭博攤 你們看著現在的天色 當然因為賭博也是花了一些時間 所以你們看著天色現在 真的是一個還聽到有人說 啊 我下午想要喝 紅茶之內的呢 跑了過去 那他應該會 那他應該會 因為剛賭贏一把耶 心情很好 然後就 直接 嗯 恰特的帽顏是戴著的嗎 他有帽子 帽子現在 欸 我看一下喔 等一下 沒有帶著的 沒有帶著的 那他應該就會 欸 是我先走在前面 然後他就只會回頭 然後指著指隔壁的那個玩具攤 然後就說 走吧 再過去那裡看看 欸 玩 玩具嗎 嗯 也不是不行吧 然後就 走不去 你們兩個走到了這玩具攤面前 你們看著這個小小半生的渣渣 也看了像你們開口說著 啊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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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一些魔法的小夥伴之類的嗎 你看到他們這個小木頭洞成這樣 是多可愛啊 我們要看小小動物 我想要再看一下 再跟小動物 你注意到這是木頭的小貓咪 然後大概只有一個手長大 然後一直在圓 斷圈圈 木頭似的 但是會動 那我想觀察一下就是 攤判還有沒有什麼 就是會吸引我注意的東西 好 那幫我做個 呃 Perception 看一下 好 我看 13 你注意到的是這個玩具攤 除了大大小小的 像是木頭的 八條然後但是你看到這塊 上面都是有一些活力在的 也可以看到一些像是 一些娃娃落落在附近 但是你也看到一些小盒子 甚至是飾品 也注意到這半日子對我們微小 沒有多說些什麼 我想過去看看那些飾品 幫我做個 ED20 我看一下你會看到什麼 會注意到什麼 第一眼會注意到什麼 你注意到的是 一條美麗的項鍊 你看到這條項鍊 上頭是有著美麗的淡淡的 黃色的絨靈 但是被人所 我加工然後現在變成一個 熔靈項鍊 黃色的 那我再看看其他的 好 那再幫我塞個ED20 就是透透三次這樣 現在你看到的是 一個小小的手腕 你注意到這一個手腕 上頭有著美麗的圖恩的符文 環到在其中 就是一些揉空淡淡的設計 你戴在手腕上 應該會算是蠻輕盈的吧 你沒有戴但是看起來應該算是蠻輕盈的 那我再看看第三個 好 你注意到 這個的話 注意到小小的法式 你看到這一個 這個法式這個夾子 是可以將瀏海夾起 但是你特別可以感覺注意到 這個夾子的設計 看到這設計 上頭 雖然這文字看似 你應該不會那個吧 你會練玉語嗎 Infernal 不會 你看不懂上頭是寫著什麼 但看起來就像是 有點像是在寫著什麼 或是一些潮流或是時尚用的 那個髮夾吧 髮夾 髮夾 他的外觀是什麼顏色的 銀色 銀色 那他看到那個銀色的髮夾 會笑了一下 然後就指著指那個髮夾 說這個賣多少 看到這半三人看了一下說 喔這個嗎這個大概 1GP 好那麻煩吧 然後他會把1GP 递給那個老闆 看到 幫我塞個銀色 銀色 銀色 指示 你注意到 這個半身的老闆 在拿這個髮夾的時候 看了一下你 然後又看了一下Charlotte 然後 似乎表情好像有一點 你看到這個表情好像那個嘴角 圍圍勾起來 然後眼神盯著你 然後你還聽到他發出了 喔喔喔喔 然後慢慢的將這個 這個髮式 輕巧的用 用 用牛皮紙給包裝包了起來 並將 這個髮式 撿了 那他會 只會笑一下 然後就 謝謝然後就接過 然後就等下午後看完那些東西 我想看看木頭貓咪附近還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幫我撒個一滴二次 就是三四口大對 你注意到的是一個小小的鏡子 這個鏡子十分的嬌小 大概是一個手鏡 一個手掌大的鏡子 但你注意到這鏡子上頭有著美麗的浮雕的雕刻 而且你還看到有一個淡淡的 你摸了一下 有一個淡淡的綠色的石頭相見在上頭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石頭嗎 普通的石頭玻璃石 玻璃 好好吧可惜了 那我想再看看其他的東西 一滴二次 你看到的是一個小小的箱子 那個箱子還有一個小小的八條 你將箱子緩緩的打開 你看到是一個 錦子的音樂痕 沒有在運作 是錦子的音樂痕 讓我再看看別的東西 讓我再給一滴二次 你注意到 這一個是一個 一個手鏈 你看到這一個手鏈 看起來十分的俏麗美麗 上頭還有美麗的銀色 金色還有銀色的夜色作為電碎 看起來更像是 比想說是 簡約 更是倒是有點低調奢華 帶了一點花俏 而且帶著 看起來你輕輕的拿起來 重量其實不重 好 那他就放了一圈 然後 嗯 就 不太好了 然後這樣低聲縮著 然後就 走到店門口 然後等 沒有他是攤板 他是攤板 他是攤板 對不起 反正那就走到旁邊去 然後等 Aden挑好 Aden就站在那邊附近而已 好 那他就去找Aden 阿布我想問一下 我可以知道 就是這個東西 是可以直接 就是寄出去的嗎 這個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直接寄 OK 因為已經包裝好了 他已經都幫你包好了 我有需要 我有需要寫要寄給誰 之類的嗎 呃 你只要說 呃 這當然就是你就直接 就是大人這上面寫寄給誰 這一定 他記得大人寄給誰 就是一個RP 你就稍微RP一下 就可以了 OK 那 我想 我想 先再跟那個 就是看像那個攤板的主人 然後就說 那 不好意思 能借一支筆嗎 你看到他看了小姐 我說 當然當然當然 然後把 可是他有黑色墨水的羽毛筆寄給了 那 我要 就是在上面 稍微 簡單寫一下 就是寄給Aster 這樣子 OK 然後就 阿比回跟他說 謝謝 謝謝 最後 看到這老闆之類 笑笑說著 欸 那個 穿著這個有點私人啦 但是 呃 小姐這是你可以聽到的啦 因為你就在旁邊 呃 那個 你這個是 呃 要寄給 嗯 你看到他說的時候 又欲言又止 然後看他的表情 就是繼續一個 喔 一個 一目笑 所以他是打的 那他只會有一個 呃 的那種表情 然後就 淡淡的笑回去 那 小偷特他就 看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在意 但是其實又沒有很在意 反正就是 背對著他們 沒有多說什麼 那他就是 開拍定住我的肩膀 然後說 謝啦 然後就走出去了 你們又再度的會合了 那這樣的話 就要去找郵局 或是 油桶了的 會看看手上 那個小牛鼻子 他說 蛤 是啊 那 看看周遭有沒有 有沒有油桶 那他會心情好 然後走過去 然後把那個 小牛鼻子 再往裡面丟 呦 聽到了 這個 小小的 落入油桶裡的水 小包裹落入油桶裡的水 小包裹落入油桶裡的水 那我走吧 那兩位幫我塞個 1-20吧 就傳的1-20 我就開始 沒問題 你們在 這個 這個 嘉年華會 前往前晃著 看的 除了 除了表演之外 你們開始晃到 稍微 比較安靜的 也就真的是 在發賣 這個 鼠子區 你們看到其實 鼠子區 並 如果說安靜的話 真的是 和剛剛那 混雜的 嘲弄的 環境相比 這裡實在是 安靜得很多 你們也看到有 不少的水灘 賣賣著 大大小小的 像是 粉裝書 瓶裝粉裝書 或是卷軸 都有 那 那 我想看看 有沒有那位 吉布林的椅子 幫我 骰個 你擦擦也看看 好 Adan你要做什麼 我先看一下 我想看看 那些書籍裡面 有沒有關於 就是萬榮之母 那些的訊息 嗯 幫我採個 perception 17 我知道了 是這樣子的 你們漫步在 在尋找著 祖宗 小小子你看了看 然後 然後 嗯 那個聲音應該很明顯很明顯 突然 幫我做個 卡斯修學聲明說 你 當然的 走在這 人 人潮人滿的狀況下 當然也不會去想太多 而且 也說的話 基本上 也就是 基本上就是漫步 在這裡 其中 也不會去 再去思考著 會 有什麼 你 紮了紮眼 然後 你 萬榮之母 萬榮 呃 你聽到了很大聲的 砰 跌倒在地的聲響 你看到 Charlotte 你受到了 你受到了 兩點 破改傷害 Adan他會 笑一套 就說 喔 平地也能摔啊 蛤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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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是意外啊 一定 就是 地上有什麼突起物吧 然後 夏lotte 他就 乾淨 就是爬了起來 然後拍拍 身上的灰塵索 就 只是 單純的意外 而已 我想 刻意看一下他腳邊 是不是真的有所謂的突起物 幫我甩個 Madison 然後 然後Madison 對抗Charlotte 你幫我甩個 deception 騙一下 騙一下 找尾那個 對 一個 沒事啦 真的沒有事啦 手遮 我這邊是19 Charlotte 就算你要用遮 但是Adan 你確實看到 一個包 好 那他會很愉快的笑揚真 然後就回頭繼續看他的書 回頭看了一下 你看一下周遭 Fiat你要做什麼 這樣的話 我就不能再找第二次了 對不對 沒辦法 因為你要從地板爬起來 但你慢慢的就是從這間 因為 我可以跟你們說 就是 中世紀而言 如果說一大城市的地板 是這種 十字的 十字的 十字的石板 不是什麼 沒有什麼現代的馬 都是這種石板 你慢慢的從石板 石地板 起來拍一拍你的身子 而Adan你也注意到是 當然 你看到的其中一個書攤子裡面 你注意到 裡頭是一個 有著金色 綁著金色 雙馬尾的一個 女性人類 正在販賣 而且販賣的書籍 都是跟榮友相關的 或許可能今天 還真的是你的日子 然後就 指了指裡面的書籍 然後去問那個女性 他就說 不好意思 能稍微翻翻看裡面的內容嗎 你看到他疊了疊了說 當然 如果需要購買的話 那 再跟我說 你看到這個攤位上的 女性人類 一直對你笑了笑 然後 一直就是你可以看 可以翻閱 那他會很有才 對對方回憶一個笑 就謝謝 當然當然 然後 就去看那些書 好 那 幫我第一個 一個 三次 看會怎麼樣相關的書 對 阿布就是這麼無聊的人 好 來 應該不會再出現什麼 所以你想成為巫師之類的書 你翻到第一本書 上頭 上頭是一個 你注意到是一個 一個 Dragon Ball 然後你看到這個 Dragon Ball 不停的秀著他的容積 然後擺出了一個 Man Power的Pose 然後上面寫著 想要讓自己變更加的強壯嗎 榮 榮之鍛煉 如何將你的肌肉鍛煉得跟榮一樣雄偉 第一集 那他會笑出來 然後默默的再把那本書塞回去 然後繼續找下一本 D100 D100 你摸摸將另外一本 看起來四等中間 摸起來看起來有點涼涼的書 你看到 上頭寫著 榮之怪蛋 談論 各式各樣 和榮有相關的怪蛋傳說 那我粗略翻一下 能知道裡面有什麼內容嗎 幫我塞個 Intelligence吧 就一個很簡單的 我沒辦法跟你說很多 但是對 這個翻閱是可以的 來 OK 18 你在快速翻閱之下 你 你注意到了 其中有一張 雖然你也沒有算是很精心 真的去讀 因為畢竟要讀的話 可能也要花上大概幾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你翻到其中一張 也到你為止 這樣 你看到裡面寫著 有關於Candle King 有關於Candle King 古老 銀容的 小小的怪蛋傳說 然後下面還特別寫鬼故事 那我可以 我如果針對這個小故事看一下的話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可能也至少要一個小時 站在攤位前看一個小時 可能會被趕走 那我就看下一本吧 那一滴版 你再將另外一本書拿下 你看到這本書倒是用卷軸所捆起的 你將卷軸的線輕輕的拉開了一點 你看到裡頭寫的文字 比較難讀懂 可是上面還是寫的 主要還是寫Candle King 才可以勉強看得懂第二 你注意到上面寫著 來自東方的榮之國 卡拉圖 還有修容 的關聯性傳說 那他會 有一則稍微看了一下之後 然後又把書放回去 然後接著對那位女性說 謝謝 然後去看人家蕭奧特在幹嘛 好那蕭奧特就跟著 直接的來到這個攤位以後 那他就先看一下 那個 他販賣的書籍 然後接著又跟那個 那個女士說 那不知道還是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嗎 你看到這位 綁著雙馬尾的人類女子 雜雜雜雜眼多著 嗯當然 那 不好意思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最近 在你擺他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一個 就是 女性Tiflin 然後 有 紅色頭髮 還有一個 一對 羊角 然後還有 黃色的 你看到他想了想搖頭說 我完全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喔 這樣啦 非常的謝謝您 然後他就 也看了一下 稍微也看了一下 就是 他販賣的是什麼樣的書籍 一滴一百 你注意到這一本書 你看到第一本書 看起來就像是 你看到的是一個 藍色的 Dragon Ball 他有著 肥武的肌肉 而 你注意到他的懷中 控制一個 小小的黃色的 Cobot 而你注意到 這個小小小小的 小龍頭人 他是這個龍頭 這個小龍人 他是一個女性 你注意到他 有著美妙的 飄逸的 金色的假髮 而這個封面 看到這個 這個Dragon Ball 這個藍色Dragon Ball 秀著他的 他是裸上身 秀一隻肉 然後 像是深情寬寬的 盯著 這個小龍人 看 你看到這個小Cobot 也是回頭看的 然後 眼睛閉著 似乎很享受的 嘴巴張得開開的 然後上面寫著 Dragon's Love 第三集 龍之愛 龍之愛 第三集 這是跟我們昨天看到的那本書 一樣的嗎 救命啊 那我想要 再看看第二本書 一滴一百 你 看了看 在拿起的 攤位上的 一本 你注意到上面寫著 我與龍的契約 我與龍的想法 我與龍的交流 我與龍的愛 好 那我可以大概翻一下嗎 幫我寫一個 稍微翻一下 看一下 大約可能裡面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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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快速翻過 然後就是趕快 對 你注意到裡頭 寫著 一個少女 還有一個巨大的龍相遇的故事 雖然你沒有看了 你主要的過程 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 裡頭的插畫 你看到一個巨大的龍 因為這個插畫是黑白的 所以沒有 不知道顏色是什麼顏色 只看到這個一個巨大的龍 還有那嬌小的 可憐的 因為女性冒險者相遇的 的畫面 那我就 又把書合起來 然後放好以後 再看看有第三本書 好 一滴 一百 你默默將書拿起來 你看到的這一本書 是用 是用兩本 兩個皮帶 黑色皮帶 所有放 混的 將皮帶翻開 你看到裡頭 你看到裡頭 是 熔靈 熔靈 傳說 熔靈傳說 你注意到裡頭 應該說 最 最多的都是 大大小小 各式各樣的熔靈吧 各樣的熔靈 嗯 那 蝦爾特就是 又把書放回去說 嗯 謝謝小姐 不過這邊好像 沒有我要找的書呢 不過還是謝謝你 你看到他笑的笑說著 不會 加電話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線索呢 嗯 接下來要去哪裡呢 然後他回頭看一下了 黑蛋 嗯 是啊 不知道那個女性跑去哪裡了 嗯 嗯 那 他會先看一下現在天色 現在天色已經開 接近的訪問 嗯 總之 嗯 去街上看看吧 嗯 嗯 也是呢 如果那位女性已經自己一個人到圖書館的話 就有點麻煩了呢 然後 他這麼說著 就 跟Aden一起去 介紹 Aden他會刻意就是挑那種 人多很熱鬧的地方走 然後就是 看看有什麼熱鬧的 好 你們慢慢地就開始繼續往著 往著 往著 街上走著 當然 越熱鬧的地方當然一定是有的 你們慢慢地開始離開了 這比較 比較算是人煙洗澡 或是比較少人會來往的地方 慢慢走到了 比較熱鬧 或者說 滿是滿山人海 大城市 你們 你們大眨眼然後 默默地開始 看了一下 目前的景色 我想要你們兩個幫我三個 啊 Possession嗎 對 Possession 17 好 你們兩個都注意到的是 現在 這樣子 雖然說 激進黃昏 但是 依舊還是 微微熱鬧的城市來說 可以看到 Caddle Keeps 裡面的光唱 也是人來人往的 而且 也可以看到說 這些人們 有些 不少他們的方向 都是去 往酒館的方向走 或是 有的就是回家 那有的也就是 待在他們的店裡 或 收店的動作 那你們也注意到 光唱也看到了 一群人 拿著 拿著梯子 拿著槌子 然後 在街上 不停的奔跑 隨後 你們看到這些人 下來 然後 也注意到其中一個 哥布林 他 拿起了 他 一個小小的 羊皮紙 然後 又拿起了一個 小小的類似 你們看到 那是 降虎嗎 然後他拿著刷子 將 將這個降 將降虎 擠到了這刷子上 隨後 開始刷著牆壁 然後將 紙張貼了上去 隨後又看到這群人 又開始奔跑 然後消失在人群間 那 一等他會注意到之後 就是 挑挑眉 然後就直接走過去看一下 那張紙上面寫什麼 Intelligence 或是Wisdom 那 夏洛特 他也是 看到了 就是那個 那 那慌慌張張的 人群 然後在上面貼的東西 那也想要 也是跟著過去看一下 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的 Intelligence 或是Wisdom Intelligence 或是Wisdom 好笑喔 然後 然後 你看著 上面 人群還在玩玩 然後看著上面 完全看不懂 上面在寫什麼 畢竟 你大眨眼 真密密麻麻的 看著眼睛都痛了 而 Aden 你注意到的是 上頭寫著 搬家公司需要人手 然後 也看到下面寫著 我們現在急需 急需幾位人手 急需健壯的健康的人手 協助我們進行 進行 裝修還有拆件的工作 然後 下面還有寫著 如有興趣請到 Candle Keep In裡面 找尋我們搬家公司 我們會 談論詳細 還有給予工作機會 還有談論報酬的事情 那 他會笑一下 然後就 嗯 我想把這張紙撕下來 嚇 真的就直接撕下來 嚇 那他要對夏特洋洋說 也只是說 怎麼樣 工作機會 有興趣嗎 也先把 那個算是 委託的 先搞定吧 等到之後 找到那位女婿提福林 然後把 交給 Tamara小姐以後再說吧 嗯 嗯 嗯 那他會聳往前 然後就 嗯 那我就 往這裡走啦 嗯 好 那你們要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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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好 對 欸等一下要離開的意思 對 我講笑 對 我講笑 那個 酒館的方向走了 好 那當然 你們看著那美帝夕陽 開始 緩緩的落下 而 當然 這短暫的插曲 開始 細節的畫下了 看著 看著 Aden 大地區被影 看到他 雖然戴著洞帽 那 似乎像是 俊俏的臉旁 打殺眼 看著 那 開始 人間七少的街道 至於 以後 還能見到他嗎 而 搬家公司 又是什麼呢 還有 到底 Aden 一開始說 要找的那位女婿 還有你要找的 到底是不是同一人 這裡 真的是有太多 太多 太多 而且 你也想起了 那時候 你和 所謂 一開始和所謂說的話 和所謂說 那一句話說的 你會不會是被他唬了 這句話 一直映露在你的腦袋裡 這到底是真 是假 你看著那 歡歡入下的夕陽 或許 也該是要 開始行進 開始踏上 選擇 道路了 而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之後 這兩人 或會 再度的再重去 還是 各自踏上自己的禮物 各自 踏上自己的夢想呢 而這些 這些 我們就 之後 再說了吧 故事結束啦 辛苦兩位啦 辛苦啦 辛苦啦 今天是逛街行程 好快樂 他心情好好喔 好可惡 你好 你好 好 謝謝你 你 你好 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